富里香农会在罗山展寿中心旁热情举办道浪私厨 幸福开宴 富里农村稻田餐桌活动 安排美好的体验收获庆典 稻田餐桌特色美食料理以及音乐饗宴 富里香农会办理农村收获庆典稻田餐桌活动 把一道一道与当地食材结合做出的法式料理呈现在来宾眼前 展现富里香农会以及各农民的农作成果 再让稻田也可以是西餐厅的稻田餐桌上 再加上莫言以及大军的音乐饗宴 现场民众听得如痴如醉 想象力丰富的总干事表示 把西餐厅带到稻田没有不可能 都要感谢许多的工部门来协助 以及农会所有工作人员更要感谢的还是富里香农民 没有他们就没有好吃的菜色 桌上有那个包起来的白色的包起来 那是我们富里农会所做的米吐司 是一定要品尝 然后他们的桌上还有两个是我们涂米吐司的 就是一个我们明火山的豆腐乳 加上我们跟热水农会合作的那个 又莓果酱 又香莓果酱 为了让稻田餐桌能够充分的展现富丽农村的特色 农会总干事张素华 找到玉里高中观光科和餐饮科 以及上腾工商餐饮科的学生们 再加上觅食工作室叶志龙老师 他们各具特色别出心裁 各地的厨神都来了 荣具精华在一炉也架构出一道道 令人垂涎的上菜秀创意料理 记者高商双富里香菜放报道